大家好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一下 LetUp我们常用的几个网站 那么有些网站是我们用来那个 比如说去看那个知识库呀 查那个 文档 还有就是下载我们的Untype系统啊 升级固件 那么有些呢就是我们去查那个硬件 兼容性 还有查那个软件的兼容性 等等这些网站 那么这里啊 我们常用的几个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Masterport Masterport的网站呢是我们 经常要访问的一个网站 那么 他主要我们主要用Masterport呢就是去下载我们的一个Untype系统 那么还有下载那个Formware等等 比如说我们要去下载系统的话呢我们登录进去过后首先是选这个download 然后呢再点击这个下载这个按钮 点进去过后呢你就我们去找那个 操作系统Untype 比如说Untype 9 你点进去 点进去过后呢当然你的账号要有权限才行 然后这里可以去选择你的Untype的一个版本 就是在这里可以选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以去手动去输 比如说我们下一个95P13的那么你点击这个 下载过后然后 就是 所有的协议都同意 同意过后呢就可以去下载了 那么这是下载我们的一个Untype系统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升级固件 升级固件的话呢你要去 找这个Formware里面的他有那个SP的有BIOS的 那么还有磁盘的还有SHELF的这些 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Formware 那么这些呢就是在我们 新安装存储过后呢都是需要去 升级我们的Formware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Tours Tours里面有我们的ActiveIQ ActiveIQ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ConfigAdvisor 就是收集存储的一个信息的 也是在我们安装完 新存储过后这个也是需要去收集的 然后还有就是查我们的一个 兼容性 兼容性啊比如说我们升级固件的话 那么它有一个兼容性 比如说我们升级SP SP的话呢我们A700S 然后点击这个 SP过后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看到它的比如说我们那个BMC BMC和SP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升级固件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它的兼容列表就是说你的哪个 Active版本和 哪个SP版本是互相兼容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 就是在Massport里面去查到 那么这个蓝色勾呢就是它的一个最佳的 没有蓝色的 只有一个勾的话呢就说明这个SP在这个版本 Active版本下面是可以用的 蓝色是最佳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Massport网站的一个介绍 主要我们就是来 查那个 下固件 下Untype系统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软件等等 那么第2个网站就是我们的一个 MyLearning 就是我们可以安排学习计划和参加培训的一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登进去过后呢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界面 那么我们 直接在这个界面输入你要学习的这一个科目的内容 比如说我这里输了一个 Deploy Sonic Fire Storage 就是我们去部署一个Sonic Fire的一个cluster 然后 你输进去过后就找到相对应的科目 然后点击进去 点进去过后呢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学习 有些学习内容呢就是学习完了过后呢他可能会有 几道题目需要去做 那么 大家就是去把它做了些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的 ASE2和ASE3 他都有 对应的一个就是需要去学习的科目 那么 直接点进去学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一个科目呢 我们点击那个 Enroe进去过后 他就可以去学习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2个网站 就是一个learning的网站 然后呢第3个网站 就是这个 Netup.com uslibrary 这个网站是什么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我们的一个 TR库的一个网站 就是那个 这个网站 technic report 就是我们去可以去查一些那个 技术支持的一个 报告的一个 网站 那么网站进来过后就是说你要查什么你直接在search里面去搜就可以了 或者说呢你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找 直接在里面去找就可以了 找到像对应的你直接打开看就就OK了 比如说这个sens to city snapshot的这个 这个文档那么我们都可以直接点开进去看 他全是一些pdf的文档 这是第3个 那么 还有第4个 我们的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我们的lowlyg base的网站 就是我们知识库的网站 知识库的网站 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查询 或者说是去找对应的 找对应的一些 比如说你要找那个 uncommand seat 或者说是一些 其他的 比如我们来搜一个 随便搜一个 看能不能 然后呢比如说我搜了一个fas8200 然后他就会 把和fas8200 相关的 所有的一些 kb全部搜出来 那么如果说你要有一些更 更更详尽的 更详尽的一些 你要搜索的 那么是更好的 就搜出来就更准确 就直接去搜索就可以了 这个是搜索我们的知识库里面去搜索 那么这个搜索是我们的TR库 TR库里面全是pdf 就是大家搜出来就可以直接去看了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网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visual visual 大家应该知道visual的这个网站 他其实就是一些图标 他主要是用于我们做那个画图 画图用的 就是说你去找到一些像对应的图标 然后我们在visual里面去画图 那这个主要就是我们用在那个一些 什么 实时报告的编写呀 这些里面去找 就是我们要画那个visual画图就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去找他的一些 比如说存储的图标呀 或者说交换机的图标呀等等 直接在这个visual的网站去找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网站好 我们先说这个吧 hwu hwu这个网站呢是我们 查那个硬件兼容信的一个网站 那么他的网址就是hwu 点let up点看 主要是查看那个硬件的支持特性 那么进来过后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查那个存储啊 比如说我们查一个存储 他 能够装到什么 操作系统兼容到哪些操作系统 还有就是说他的一些接口的配置等等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去先在平台里面去找到我们的fas系列或者说是aff系列 找到过后呢 然后你就去选择对应的那个untype系统 这个hwu有一点慢了 就是大家 可能到时候要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 然后这里 我们要选择 star 位置 你的型号就是你的硬件型号 我们来找一个 fas 我这里选的是这个affafafaf就是我们的全闪全闪那我们选这个吧fas系列吧 还是同样的选择到那个star位置那个platform 然后再找那个 你要选找的型号我们找一个比较常见的8200 好8200的话呢然后在这边 中间这一个修os这边那么你就会看到 就是说他 支持的 ntype版本最高可以支持到9.7 现在就是现在最高就是97p5的一个ntype版本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支持 这些版本的那么最低呢是支持9.1的 支持到9.1 然后呢你如果还要看更加详细的内容 那么你就直接点击下面的一个 show without 我这没有选 选untype系统 这必须要选一个untype系统 然后点击show without 比如说你在客户那个地方确认了一个硬件的版本 比如确认了untype版本的话 然后呢你就直接选择客户的 需要的untype版本 然后这里就会出来他的所有的一个硬件的信息 比如说 我们看第一个 首先点击这里你是可以看到这个 存储的前后试图的 然后这个support的那个show和drivers 就是说你看 84800在97p5下面 他支持哪些磁盘柜和磁盘 比如说你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一个single charge hapr 那么我们一般好 一般我们是选两节点的 对吧 两节点的什么呢 就是两节点的那个 这都是metrocluster的 对就选这个single charge hapr 就是说一个机箱里面的 一对ha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支持哪些用盘 支持哪些用盘 然后也可以看 他支持哪些盘柜 都可以看到 然后还可以看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他支持的一个read的configure 就是read的配置 支持哪些read的配置 然后他的一个 比如说如果说是read4的话呢 那么你看 他支持哪些硬盘 ssd sus 还有我们的sata 但是他不支持 大于10tb的 我们都能够详细的看到 然后readdp又是支持哪些类型 然后 就是说他的一个 条带的大小 最小是多少磁盘 最大是多少磁盘 然后默认又是多少磁盘 然后哪些是不支持的 那么详细的都可以看到 然后还可以看什么 支持哪些卡 然后还有就是支持的一个 cluster的connection 就是说我们的集群之间的连线 他又是支持哪些的 哪些连法 都能够看 比如说我们两节点的switch list的cluster 对吧 那么他支持什么 10a到10b的对联 10a然后target port 也是10a 就是10a到10a 那么如果 我们还可以看这一种 还可以支持什么10c10c 比如说我们自己去选就可以了 然后很多 还有就是metrocluster 就是集连 又是用哪些线去连 支持哪些线 然后还可以看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 就是说 max的storage device 就是说他的 一对ha 一对ha 最大只支持 480块磁盘 然后他支持 最大的 一个容量 又是多少 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能够在里面 去看到 还有包括他的什么 法斯8200的 是几优的 他的重量 他的长宽高 分别是多少 都能看到 然后这个是 HW 比较重要的一个网站 然后接下来和他比较 相关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IMT IMT呢 就是查兼容性的一个网站 这边是查了一个硬件支持的网站 HW 这个是他兼容性的 兼容性就这个 然后网址就是这样的哈 就是messor polytap 然后product product 然后 进来过后 我们直接选择 IMT 打开了 刷新看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那个IMGtour呢 进来就是这样啊 这样一个界面 那么我们选择那个什么 Advanced search 我们选择那个高级的 高级 高级查找 高级查找过后 然后你就要选 你要查找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要查一个 ATTO 那么我们就在比如说我们查到那个 ATTO的 7600N 它的一些比如说兼容性有哪些啊 那么我们就在这输个7600 然后我们找到7600N 找到他 找到他过后呢 然后你还要选择你的相对应的一个环境 就是说你的这个设备用在哪个环境里面 比如说我们是用在一个 Fabric的MetroCluster里面 那么你再选到这个MetroCluster 选到MetroCluster 选到MetroCluster过后呢 直接我们到这个Lex 就是说我们去看他的一个 兼容性的那个结果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 7600我们的 在这个Fabric的MetroCluster下面 然后呢我们的Fab 那个 ATTO是7600N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只支持9.5 9.6和9.7的 Untype 然后呢 他支持 这些控制器 如果说 你的Untype 版本是9.5的 那么我们就选到9.5 然后他后面就会 再去看他的 支持这些的一些型号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控制器是Fast8200的 然后我们选8200 后面你就会看到 他所支持的交换机有哪些 比如说他就支持这些交换机了 然后如果我们的比如说交换机是 这个交换机是那个6510的博客6510 然后最后你就能够看到哪些 版本就是我们的交换机的固件版本是和他兼容的 比如说和我们前面这些 交换机 要和我们的7600N 然后9.5的Untype 8200的控制器 那么只有这四个 版本的 固件 才是和他兼容的 其他的 固件版本就不能用 然后还有 我们的一个 ATTO的版本 也是只能用这两个版本 那么这就是怎么样去查他的一个 硬件的兼容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网址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那个 fushin.netapp.com 这个网站呢是我们用来 就是做那个 实施方案的一个辅助 就是我们写实施方案的一个辅助 辅助的网站 那么他主要是干什么呢 就是说他可以帮我们去算那个 Agre Agre的大小 怎么样去做 Agre 比较合适 那我们点击 我们进来过后 主要就是这样的 我们要选进第三个 就是Design Assistant 这一项 点进去过后呢 直接 到那个 GoTo Design 它会让我们去添加就是说你模拟的一个添加的系统 我们直接点击添加这个系统 然后去选到去选你的存储和磁盘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我们找那个法式系列看一下 法式系列 然后这边是他的型号 就是你去选他的型号 这都是AFF 看一下法式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法式8200 然后呢 选到他 选到他过后 因为他现在是没有硬盘 没有那个盘柜的嘛 我们要给他添加盘柜 那 你就可以模拟客户现场 比如说他是什么盘柜 那么你就选什么盘柜 比如说是224c的 然后呢 盘柜里面的是什么硬盘 比如到底是24块 1.8T的呢还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模拟一下 他就是24块 1.8T的SARS盘 好你给他勾上 然后 比如说他有5个磁盘 5个SHOW 我们就选到5个 好这里就添加完成了 添加添加完成过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他的一个AGGREGATE 他就会 把他的AGGREGATE 就是模拟出来的AGGREGATE 分给就是 给我们 显示出来 然后呢 还有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这些 磁盘的一些分布 分布情况 还可以就是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选择呢 还可以选择就是ADP 就是使不使用ADP 如果要使用ADP 那么你就要把它 打开 打开过后然后你再看他的一个 AGGREGATE的一个划分是怎么样的 还有就是包括他的热备盘有多少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我们还可以看什么 还可以看他的 immunitries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用电量是多少 因为有些客户 还有就是占用的优素是多少 总重量是多少 因为有些客户他 比如说他就会 比较在意这些 东西啊 就是说他要看一下他的机柜到底能不能够 就是说 承载这么多设备 那么就是要我们去算一下用电量啊这些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直接去看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复兴的网站 就是辅助14方案编写的一个网站 那么还有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smart smart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我们看那个case的一个网站 那么什么case case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每一张fso 他其实都有一个case id case id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 case number 就是我们的一个case id 比如说这张单 2008 387196 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查找 出来过后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一张fso的什么呢 就是fso的一个case owner 就是说 是哪个tse 在负责这张单 我们可以就是 可以找到这个tse的邮箱 然后呢 还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说还可以看 host 内呢 一些service number 然后还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比较详尽的 就是说 客户他们 客户和tse之间的 邮件 他们之间发的邮件 就是客户怎么样报修的 然后tse怎么样去判断的 就是这些内容都可以看到 但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那个netup的账号才行 没有netup的账号 你是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看那个case的一个网站 然后基本上就是说我们 常用的网站就是这几个网站 那么还有一个网站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析 是是perforce大数据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软件就是那个perforce大可以去收集那个性能的数据 收集性能数据过后 我们传上去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网站去看 但前提是叫有那个vpn才可以啊 没有vpn你是看不到的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常用的就这些网站呢 呃大家 有有空的话就是可以多去这些网站看一下 熟悉一下 那这 这个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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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